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,退伍军人团体八百壮士今天发动邮航抗议军人年代,抗议群众脱续暴力攻击记者并对警察施暴。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晚临时召开记者会表示,迄今有9位记者与15位警察受伤,他与严厉谴责,强调警政术会对这些托法行为依法纠办。 今天的抗议过程,包含多家平面,电子媒体记者的相机居然被整个抢走,还有许多记者在采访拍摄过程中都被群众攻击,殴打,傍晚霹雳小组出动,再度爆发严重拉扯,并有缘警遭抗议群众强行拖走,殴打。 徐国勇今天晚间表示,这些沉抗者的行为不但造成社会治安的不稳定,也超乎法律范围。 甚至包围台大儿童医院造成护士与病患的恐慌,他重申这些做法都以超乎法律范围。 徐国勇说,警政署长陈嘉勤已表明,对侵入立法院者一定会逮捕,警政署也会对记者会加强保护,事后该追究的会一定追究。 他呼吁这些沉抗朋友,请回家吃晚饭,回家休息,不希望有脱法的行为。